哎呀 赵老师啊 过年好啊 过年好 又过年了 是啊 咱们得给大家拜个年吧 一定的 您先来 祝在座的所有的观众 牛年吉祥 牛年安康 牛气冲天 太棒了 今年我们这个年 跟往常这个年 还有那么一点区别 有什么不同啊 大家都知道啊 刚刚过去的2020年 我们经历了 不寻常的一年 特别是这疫情啊 记忆深刻啊 对 所以今年 大家互相拜年 说这话 跟原来都不太一样 有什么区别啊 原来一般都说 咦 赵老师 过年好啊 过年好啊 一般的赵先生 岁数大了 跟我们年轻人都得说 托您的福好着呢 都这么说 现在拜年不这么说了 现在怎么说呢 哎呦 赵先生 您好 过年好啊 是是是 您那个检测了吗 检测了 还得加一句呢 怎么说 托您的福 我这儿阴着呢 这个结果很重要 当然了 所以我们想跟大家 想表达的就是 我们今后的日子 一定是幸福的 阳光的 快乐的 那一定是变化巨大的 对 现在跟原来变化太大了 是吧 就说我们演员也有所改变 演员有什么变化呢 就说我们这个名称 什么名称 原来大家统称都叫演员 演员 现在不这么叫了 叫什么呢 艺人 哦 有这么叫的 对不对 对 艺人这其中分的也比较细致 还有什么区别吗 您得分什么年纪的 你给说说 你比方说像这个 我们的主持人 嗯 啊 朱迅老师啊 嗯 还有这周伟啊 啊 虽然头发都白了 但是他们长得好看 有一种称呼 那叫什么呢 小鲜肉 哦 时尚语言 对吧 小鲜肉 我说啊 跟您说啊 您说 到今天我都不知道 这小鲜肉 具体是哪部分的肉 哎 说不清楚 对 像您这样的老一代的艺术家 也有名称 我们叫什么呢 老细骨 哦 老细骨 对吧 好好 听着好听啊 有这么说的 像我这个年纪的就尴尬了 叫什么呢 油腻大叔 后来我听有道理 什么呢 您想小鲜肉有肉了吧 啊 老细骨有骨头了 是 再加上我这油腻大叔 嗯 这不是正好一锅年夜饭吗 还真是过年了 是不是 啊 老百姓日子也有变化呀 变化太大了 对 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嘛 你再给说说呀 原来在家呆了 现在叫宅 有这么说的 哎 原来出去旅游 现在叫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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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个尴尬呀 现在叫炯 炯 炯 怎么能让您更清楚地理解这个字呢 怎么理解呢 赵老师来 您跟大家笑一个 啊 炯 这叫炯 还有一个称呼更好玩 什么 跟您请教一下 你说 赵老师您说保安这个行业是干嘛的 保安就是保证老百姓的安全呢 哎 那是您那边那保安 我们家那保安我认为他们做的有些欠缺 怎么呢 我们那个小区三百多户人家 加的一块他们就仨保安 三个保安 最小的那个六十六岁 一岁是不小啊 还七十三的一八十四的 这还算坏啊 这还算坏啊 对啊 我给他们老哥仨仨算了算 怎么着 他们三个人加的一块啊 一共有四颗牙 你那意思身体不是太好了 对啊 我奶奶跟我说保安干嘛的呀 干嘛呢 保安是保护老百姓平安的 没错 抓坏人的 是啊 哎呀 我就琢磨张老师 怎么着 你说他们都这么大岁数 要抓着那坏人得多的岁数了 你这联想也没什么必要 当然这是跟大家说个玩笑 还有很多称呼跟原来有区别啊 还有什么呢 原来这个结了婚呢就叫结婚 是 现在结婚就 他也得叫结婚 这是什么 现在这个结了婚以后 小年轻还有一个词我不懂 叫什么 甭管多年轻都叫老公 老公 老公你这词停得太老了 是吗 但是叫过来了 我们现在少岁数朋友 像您这老年朋友 甭管多大岁数都有一个爱称 叫什么 叫宝宝 这是有事实依据的 真的吗 就前两天 那国贸小弟 我们家那儿 有那个特别著名的广场舞队 广场舞 我一看到那儿 又八十多岁的老大爷 七十多岁的老奶奶 你家还聊天呢 怎么着 亲爱的 你要带我跳支舞 您知那老头怎么说吗 老头怎么说 跟您要花白头发了 都是那老太太 宝宝我宝宝 这些老年活得健康了 就是嘛 别忘别人就拿赵阳老师您来说 我怎么着 变化也大了 我有什么变化呢 原来您家住一大三居 是 现在人赵老师住大别墅 变化了 生活水平提高了 是 原来您开小轿车 现在您坐大房车 车都大 对不对 原来您家里一个老婆 现在 现在外头六个五十块 那天晚上我在国贸小弟 别看见赵老师了 我怎么着 跟您老太太 赵老师呢还说呢 说什么 宝宝我宝宝 别说我 别说我